那麼在這個部分 二號先是無保請回 檢方提出的抗告 四號呢 在高院發揮了 剛才在台北地區 五號二度開了 積壓庭 那麼經過 兩個半小時的 法律停工房之後 在法官 呂正業是裁定 積壓境界可抗告 那麼現在可以看到 在台北地檢署 偵辦團隊 抗告成功 好 為什麼能夠呢 在這次的部分 能夠抗告成功呢 因為他們改變了策略 占不論收賄罪 改專攻圖利罪的部分 提出還三大證據 包含了部署提醒 違法的公文啦 上面有清籤的合照等等 所以最後成功了 說服法官裁定 積壓境界可文哲 好 涉犯貪污制罪條例 圖利罪 被告明知增加過高 超過560%的容積 與精華成員案 違背的法令 但是仍值予為之 所以呢 致使了審慶金 獲得不法利200多億 那單純圖利或期約 收賄還有代查 況被告所述 仍與羈押制共犯 神經經印小微彭震生 等所述不一 那麼甚至呢 卻有事實 族任被告有 因犯重罪而滅政 勾串共犯等證之餘 那麼在神經經 200多億的不法利益 為了保全證據 經過衡量之後 本案為貪犯刑 造成共犯神經經 獲得200多億的不法利益 影響層面深遠 所以認為是有羈押的必要 那麼同時呢 羈押的關鍵 就剛提到了 好 首先 無視部署提醒違法 不明的資金 流入了太太陳佩琪的帳戶 另外還有就是 手機刪除的對話記錄嗎 那這一回 就是北檢改公圖利罪 但是當中事實上 還缺關鍵的一個收賄證據 所以在民眾黨的部分呢 也發了聲明 質疑說 裁定不見其約的 賄賂市政 單憑一個揣測 就入人於罪 那再看到媒體員 黃明 楊明哥 就認為了 這一位的法官啊 他認為他的新證上 認定柯文哲該被收押 是因為質疑 柯文哲會滅政 勾穿共犯及證人 也不排除柯 有可能會收賄 只是針對在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委員 立委林思敏 認為說 在金華城的 容積率的會議 採取也是委員制 那柯文哲沒有參加會議 除非能夠證明說 柯文哲影響了當中的委員 那若沒有就羈押 這是裁定過當 他支持柯文哲要提告 同時對於受將 栗政傑 他也提到法官 特別講到柯文哲 提到浮動證據 就是金流物證 雖然不足 但是可以看到 在押的包含了 硬小微 沈青金 彭震生等人 是不是有人 願意來當污點證人 有吐露出關鍵的證詞嗎 那麼同時 過去柯文哲也曾經說錯 財團拿刀叉吃人肉 雖然他沒有吃人肉 但是會不會是裝人肉的盤子呢 整體事件持續的延燒 那麼現在呢 在高院的部分 發揮了北院跟財 那麼北院在裁定加進見 那現在在法律的層面 林志群的臉書 這個林志群律師的臉書 來告訴大家 他說看了在這個北院 加的裁定內容之後 他有一些想法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在檢察官第一次開庭 放著圖利罪不強調 太過於焦急 要來主攻收賄罪 結果呢 就只能夠拿著100多萬的不明金流 那跟金華城200億這個利益 實在是差的太大了 所以開庭前嚇死人 結果開庭笑死人 在收賄的部分 沒辦法說服法官 所以穩穩的圖利罪也沒採納 因此在第二次開庭 好 這一回檢察官就主打了圖利罪 而最後呢 法官就以圖利罪來加 阿伯結論是開庭的時候 不能夠太貪心 要有把握的牌丟出來 沒有把握的呢 日後證據收集之後再來戰 那同時法界人士也表示了 逆照刑訴法規定 偵查當中 羈押不得於兩個月 並且得延長羈押一次 延長羈押期間 偵查中不得於兩個月 以延長一次違憲 另外在審判中 每一次不得於兩個月 如所犯最重本行 為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之行者 第一審 第二審 三次違憲 第三審一次違憲 那麼接下來 在這個郭正浪 亮哥就建議柯文哲了 一審的辯論是他的機會 柯文哲可以寫一篇 告全國同胞書 把這件事 整個感想來說清楚 那這件事情 現在呢 在柯文哲的部分 遭到裁定家境見 他的太太陳佩琦 今天一大早 也來到了看守所 同時帶了惠柯菜 還有兩本書 要給柯文哲 不過綠媒就揭露了 裁定書提到 柯文哲被G2關鍵 包含檢方有查出 在印小微跟沈慶金 分配匯款的時機點上 跟柯文哲的這個 企業帳戶出現 不明的金流 但是陳佩琦就說了 他們家沒有不明的金流 也不要呢 把他的存體紀錄 跟柯文哲的市政行程 都綁在一起 形同代夫出征來反駁法官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夫人陳佩琦 在立委黃珊珊的陪同下 穿著黑色衣服 抱病現身 台北看守所 雖然沒有辦法去親自見到他 但是我覺得我來這邊我覺得我自己的心跟他更近了 當然我也是選擇一些主席喜歡的東西 他當然喜歡吃一些青菜跟一些他喜歡看的書送給他 陳佩琦哽咽聲音也啞了 他說他們夫妻倆感冒同一時間發作 兩個人的心更近了 前一晚他還被立委林國成爆出 得知柯文哲積押後一直哭 柯文哲被押在看守所完全失去話語權 陳佩琦大夫出征出面反駁法官裁押理由 尤其金華城案 法官認為柯文哲明知增加超過560%的容積 給予金華城一案違背法令 卻仍執意為之 涉嫌圖利嫌疑重大 他常跟我講說不要擔心的理由 想不到柯文哲對陳佩琦打得強心針 被法官消滅療效 現在更有綠媒揭露裁定書 說柯文哲已經獲得不明來源財產的利益 分別在應小微分配匯款 以及審慶金論功行賞之際 確實有不明來源金流 分別匯入柯文哲的妻子 跟兒子的帳戶 我們家沒有任何財產來源不明的金流 不要把我的存款的記錄 跟我先生試證的行程綁在一起 我的存體記錄跟他的試證的行程 不是有便當會我才去存 不是什麼東西我才去存 裁定書還提到柯文哲被檢調搜索時 拒絕不應門 妨礙公務將近一小時之久 而且扣押柯文哲的手機 發現也已經有刪除對話記錄的痕跡 被法官認定有殷滅證據之餘 也變成羈押關鍵 柯文哲被壓了 民眾黨也動員小草集結 要幫阿伯套公道 記者鄧知人陳佑台北報導 柯文哲涉嫌獨立金華城遭遇裁定 加進監議員許淑華爆料 其實早在五月份 都發局長王玉芬在接受質詢 表達專業意見 承認容積依法不該高達840% 事後居然收到金華城律師函的恐嚇 在這個內容部分就寫到 微經集團要求是否說明 上後方案是否如王局長所言已確定 還是僅是王局長因應議員質詢之臨場問答 徐淑華就認為了 在這個部分呢 就是把王局長在議會上的專業見解 全部推卸成個人的發言 變相要求是否不承認 王局長的善後方案 在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徐淑華今天也PO出了這個部分 表示當時呢 甚至在質詢之後遭到恐嚇 那麼民眾黨黨女席柯文哲 因為金華城案涉嫌獨立 遭到駕壓境界 海北市院剪輸陪再一次的炮轟 表示柯文哲先前說的 不知道就是說謊 也表示過去呢 這個習近平的政府主要 朗邦入獄真的是超越藍綠 昨天 積壓的新聞稿裡面 其實已經顯示出來這一個 就是說柯文哲其實是窒息的 柯文哲過去說他不知道 就是說謊 那他這樣子的一個反覆的這個公詞 也是檢察官擠壓他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 法院也認同啦 那我覺得柯文哲現在說要禁見 應該要對整個事情要交代清楚 因為200 為什麼要突利 新華城200億的獲利 我覺得這台北市民都需要一個答案 不過昨天看到他上手銬被壓軸 真的是還蠻諷刺的 昨天是2024年的9月5號 但在10年前2014年的9月5號 柯文哲在同一天剛好是去選委會 來參選台北市市長 當時說要改變台灣要從首都開始 結果沒有想到10年後 柯文哲改變台灣是進入土城 我覺得這真的是何其諷刺 一個政治人物10年的時間 就可以完全的被打趴 自己過去曾經講過的這些政治承諾 全部被人家發現 根本是說一套做一套 他根本就是一個政治騙子 講的事情完全做不到 罵別人的事情自己做更多 真的是非常荒唐跟諷刺 在台灣的這個地方政治史上 這個政府首長 這個上下交相賊 一起全部都被收押 被列為貪污治罪條例的被告這件事情 真的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民眾黨總是說他超越藍綠 在這件事情上面 這個政副首長 由民眾黨主政的這個地方政府 政副首長一起鋁鐺入獄 真的是超越藍綠 柯文哲在5號重開了積壓庭之後 整個逆轉了遭到積壓境界 那麼國民黨的委員王宏威就說了 柯文哲遭到積壓對政壇 真的是投下了震撼彈 那麼司法有沒有遵守偵查不公開 他認為在整個案件當中 已經是個大笑話了 柯文哲柯主席他被激壓 當然對政壇投下了震撼彈 那當然在司法的部分 就是我想司法應該是有幾分證據 說多少話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麼第一個我們也確實看到 在司法裡面有沒有遵守所謂的偵查不公開 那麼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媒體的消息是滿天飛 所以所謂的偵查不公開 在柯文哲這個案例上 確定已經是一個大的笑話 所以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在整個過程 尤其柯文哲是政壇這樣的一個重量級的人物 在司法的偵辦過程裡面 還是要遵守所謂司法的公平正義 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那第二個就是相關的他的政治效應 那麼當然有關於民眾黨 他們怎麼樣去穩定軍心 然後在柯文哲主席 他被羈押之後 然後繼續正常穩定的運作 我相信民眾黨 他們也會集合他們眾人的力量 那麼比較重要的 就很多媒體問我說 那麼會不會繼續的藍白和 那在立法院黨團的部分 那大家也都知道馬上就要開議 那基本上不管柯文哲主席他這個事件是怎麼樣發展 但是在立法院裡面 在野黨的合作 我覺得這是必須要去持續的 那麼我們也感受到 其實民眾黨的多數的立委也有這樣的認知 所以在立法院的部分 那麼藍白會繼續的合作 因為在野黨一定要合作 才能夠發揮在野黨的一個監督力量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 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